Hi,大家好,我是Paco 他是Toyota Innova Zenix Hybrid 那这一台Innova Zenix呢 它售价为202,000 那很多人就会说 会不会很小贵啊 可是我觉得它是蛮值得的 那我们看看为什么它值得吧 那其实呢 Innova Zenix跟Innova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车来的 本地新车市场呢 其实同时在卖这两款Toyota Innova的 第一款是我们所常见的Toyota Innova 然后另外一款呢 是比较高级的Toyota Innova Zenix 然后这两款的消费群组都不一样 那普通版本的Toyota Innova呢 它还是用着1TR旧款的那个2公升引擎 而车身呢 也是用着后期的Lader Frame Body 就是跟Hilax跟Fortuner一样的 那这一台我们所熟悉的Innova呢 它就是比Avanza大一点点的家用 然后又可以出用 又可以耐操的一台家庭车 而这一台就不一样了 那首先呢Innova Zenix呢 它主打的是舒适跟操控稳定 所以呢这台车最新的Innova Zenix 它采用了TNGA的platform 再加上跟HERIER一模一样的 2.0公升Dynamic Force Engine 而且它是Hybrid的 所以马力跟扭力方面 也大大的提升了 前点设计跟Toyota Innova完全不一样 这台车看起来就感觉很Premium 然后很有高级感 再加上呢 顺属个人意见 有没有觉得这一个位置 FrontGrid有一点像提过Bud呢 那其实呢 这个设计呢 是Toyota的最新家族脸 然后Bumper的下方这里呢 两边它是有DRL 可是它同时它也是Signal light 那什么样的消费者会选择 这台Toyota Innova呢 那首先呢家庭成员比较多的人 或者是常常会债多东西的人 或者是居住的环境呢 会有小烟水啊 或者路况没那么好的人 还有就是喜欢走长途的人的话 这台车就非常的好 因为这台是一台很像SUV的MPV 那一般上呢 7人坐的SUV的第三排后座会比较小的 可能是一个应急用的 可是这一台就不一样 它比较像是MPV里面的第三排座 是非常的宽阔非常的舒服的 那这台车呢 它是4760mm的长度 所以是非常好的 不过更好的地方就是呢 它的轮轴呢 达到2850mm的长度 所以里面乘坐的空间啊 是非常的舒服的 再加上1790mm的高度 跟1850的宽度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台车坐在里面的话 你是有多舒服的 还有一个加分的point呢 就是车的前面跟后面的overhang 也减少了 也就是说从轮胎到车头 或是轮胎到你的车尾的 那个距离呢减少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 当你在highway行驶走远途的时候呢 你的车会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平顺 然后还是纯粹个人的意见哦 我还是觉得 这台车的后面这里 有一点点像ToyotaRush 然后来到车尾呢 其实这台车的车尾的变速度 其实蛮高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Toyota最新的家族连 然后车尾灯 有没有一点点小像 它的大哥Land Cruiser的尾灯呢 那本能呢是181cm的身高 站在这台车的旁边呢 就是这样子的比例 打开尾箱呢 这里就是它的那个行李箱的容量 如果你不需要用第三排椅子的话呢 基本上你把它躺平的话 这里可以放非常多东西 我们这里放了很多就是我们的摄影的器材 跟摄影包 如果你后面要载人的话 这个位置其实也不小 所以这个位置呢你可以放两个大的行李箱 跟一些小宝宝 如果你是露营爱好者的话呢 这台车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 那当然价钱也缺了202千了 这个肯定是标配 它的备胎存放位置在它的车底 所以这样子呢它就不影响到它车里面的空间 这个就是车身高的好处 接下来呢就是Innova Zenix两款车呢 都是用同样尺寸的18寸轮圈 而且这个颜色蛮美的 它是Hyper Silver的 然后它的轮胎的尺寸是225 50 18 那动力方面呢它采用的是这一具跟Toyota Heriot 一模一样的M20A Dynamic Force引擎 然后这一个是Hybrid版本的 所以M20A的这个引擎呢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它起步会比较软 比较没有力 所以如果它是Hybrid版本的话呢 它就解决了这一个起步的问题 它的起步就变得非常的有力了 那它的最大马力输出为186匹 最大扭力为205nm 然后它搭配的是ECVT的变速箱 零百加速我不懂官方也没有说 可是这台车哦它主打的是舒适跟省油 另外呢这台车还可以实现全电动驾驶模式 Innova Zenix跟Innova开起来的感觉大不同 因为Innova Zenix呢开起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开着一台Sedan车一样非常的平稳平顺 原因是这里 因为它的引擎哦它是处于比较偏低的一个位置的 然后呢它的这个进风口呢也弄比较高的位置 你住的地区有小盐水的话呢 开这台车出去会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进到车里呢最嫌疑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很大的天窗 还有后面的两张Captain seat 可是这两个东西呢就只有Hybrid version才会有的 如果是Zenix的Petro版本是没有这两个东西的哦 Zenix的Petro版本呢后座第二排它是一排过三个位置的 然后再来看看就是整个Dashboard 其实你摸起来的感觉哦就非常的高级 非常有质感感觉上呢你就坐在一台非常高级的车里 然后呢乘坐的位置呢也非常的舒服 头顶的位置也非常足够 还有肩的位置 还有就是这个椅子呢其实这个是真皮包裹 而且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柔软的 然后就是中间的这个鱼热主机呢它是有 支配无线的Apple CarPlay还有Android Door 所以呢你从这个主机呢你就可以代替你的手机 因为你在开车滑手机的话呢是非常的危险的 而且会重发单哦 再来就是两台车都有Petal Shift 然后因为呢这一款呢它是Hybrid的车款 所以它搭配的这个ECVT的压箱呢 它会自动的帮你切入EV的模式 当你需要的时候呢它会帮你转换成全电动模式 然后它这里下面呢还有Type-A跟Type-C的那个 充电器口打开这个手幅呢 它里面也有这个Wireless充电器 主动式安全配备呢这台车它有着的是Poyota的最新的 TSS 3.0 而且它还有360镜头 那来到车内饰的第二排空间呢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只有Hybrid的车款才有这个Captain Seed 还有这个大天窗的 所以这个Captain Seed你做起来的感觉呢其实是蛮舒服 它的那个包裹也蛮好的只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偏小 那它就跟那个Portone的X90其实是蛮相似的它的尺寸 然后买Hybrid送你两张Captain Seed再送你一条走廊 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走去后面 然后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呢这里其实拉起来的话 你可以放两个背架 还有一个放东西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做到后座的话呢 你有那个主导权 你可以自己去调你的冷气的大小 还有那个灯光也可以调节 因为如果你是有天窗的话呢 这两边是有那个Ambient Lighting 然后它的冷气出风口它不是在中间 而是在上面这里 然后下面这里呢它还有两个Type-C的充电口 然后如果你做到这里你要做工的话呢 这里也可以为你充电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的 好来到第三排 其实这里哦是三个人做的 不过哦就看你的尺寸哦 如果我做的时候我觉得做两根是刚好舒服 如果你要做三根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小 这一点的人的话做这里的话才会比较舒服的 然后做到第三排的话呢你还可以有这个充电的插口 而且第三排也有自己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你做这个的话呢你的椅背其实也可以做一个调整 可以调整的一个你最舒服的一个倾斜度 那头部空间腿部空间还有肩部空间呢 对我来说181cm的身高的话呢 其实很足够的蛮舒服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试一试这台车如果在行驶的时候 跟以前的引擎有什么分别 其实幸好有Hybrid 所以呢这台车本来M20A的引擎呢 它起步的时候是真的很慢的 是真的你要它很大它才可以有一点反应 不过因为这台是Hybrid 所以好像现在这样子你停的时候呢 慢慢走的时候它是完全不需要引擎的 它只需要Full Electric的Mood就可以 然后像平时好像这样子的天气又下雨又塞车的话呢 这台车基本上呢你是可以用全电的模式来走的 因为它是Hybrid的 可是主要是你的电池是要有电的 其实呢很多女人都很喜欢这台车 原因是因为它的视野很好 它的坐的位置是比较高 然后车身也比较高一些 所以你可以看得比较远 整个安全感就这样就出来了 如果你住的地方呢 是常常会下雨会消淹水的话呢 这台车你也不用怕 寄水的地方呢你可以直接这样通过 那只有Zenix Hybrid呢 它才有Sport Move的这个Driven模式的 所以你只要把它按一按Sport Move之后呢 这里这条路其实它是很不平稳的 它是比较多的那种坑坑洞洞啊 那种路顿啊 可是你这样飞着上去哦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 第一次车身是比较高哦 然后呢它的底盘控制得很好 整台车也非常的rigid 上CF也一点点压力都没有 是非常的平顺 非常的好玩 可以看到我这里从这上 而且因为你坐的高嘛 你可以看到远 所以前面已经停车了 然后我在远远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可以预备停了 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安全感 所以如果你要热长的开这台车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不会那么累 而你坐的地方也非常的舒服 里面的空间也很大 然后我尽量再走一些不平的路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这台车的 suspension也是非常的好的 它是完全可以帮我吸收完 所以我根本是感觉不到 那车在跳动在抖动的 以前我开过inova 就是第二代inova 其实它整台车就好像很飘 很跳很顿 我前面的有什么动作 后面就跟我一起跳 我前面跳后面也跟着一起跳 所以这台车呢 感觉出来就好像在开一台 一台会比较高一点的子弹车一样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的 而且隔音也是非常异常的好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202千的车 我特别的感觉它比较像250千的车 然后这个坐姿哦 这个坐的姿势 还有这个视野哦 就像我塞车塞一个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啊 我都没有那么累 因为平时我开的车是比较矮 比较低的 所以一到塞车就是我的ammon的开始 然后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sup mirror 非常的大 一看就看得很清楚 你要转换车道的话呢 是非常的容易的 而且一点压力也没有 这台innova zenix hybrid呢 它真的是给到我一个感觉就是 它车身高 可是高得来它的操控也很好 因为我在高速在弯道的时候呢 它的车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坐在车里面的人 也没有怎样的很大的晃动 所以这台车其实它的调教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这台车的TNGA平台呢 它是用TNGA-C的 也就是说呢 它跟最新版的那个 Torota Voxy 跟Torota Nova是同一个 TNGA 这个TNGA它好处 除了操控好之外呢 它也非常的舒服 它的路灶也减到最低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台车 它操控的时候的那个敏捷度 4700mm的一台车哦 它既然可以转弯的时候哦 它车是没有任何的body roll的 真的是要买Innova zenix的话 一定要买Hybrid 因为Hybrid才有这一个 Instant Torque的这个感觉 那上山的时候其实很好玩 很有力 这个斜坡 我真的pack着上去 车是没有任何body roll的 是非常的好玩的 我感觉这样真的是开一台Sedan 那以上的种种观点呢 再加上它这台车的所有科技 我是觉得这台车是值这个价钱的 再加上它是丰田 品质保证 还有的就是 比Toyota Harrier便宜7万的价钱 你可以同时拥有Toyota Harrier的引擎 再加多两个座位给你 不是很值得吗 然后这台车哦 其实它是Fully Import from Indonesia 所以税收那边呢 它也显得比较便宜 还有因为这是一台新车 电瓶保家有8年 而且整台车是给你5年的这个warranty 是不是很值得呢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所有的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我是Paco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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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